你们能感受到我当时的就是受邀时候的心情吗 就是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没有被辜负吧 都用在震怒上面 没有失眠没有失眠 但当时就是一听到我们的一个国庄舞 我们的一个民族舞蹈 能够出现在大运会的宣传片上 能出现在就是各个网站各个官方平台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那些渠道 能让所有全国的那种看见我们这个国庄舞 我就自豪感对有一点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家人们 粉丝朋友们也好 然后或者说一个我们的一个同胞 我们造作同胞看到以后会不会就是 以我为好自豪的那种 希望有 希望有 到时候这个宣传片拍出来之后 会在大运会的一个官网 还有其他的就是国外的一些官网频道 或者那些会播放 会去播放 然后我就感到特别的荣幸吧 就是很激动 就是自己把我们的一个民族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带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度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带到了就是比以前的话 可能更上一个台阶了吧 我也我也相信会越来越好 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 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 让更多人看见啊 我是这周三 这周三下午去拍摄的 我当时是 收到大运会的一个邀请之后 就邀请我去 邀请我去 让我就说好的可以 然后周三下午就调了个休嘛 因为我要上班 然后我就调了个休 去的时候他们好像那边也找了一两个 就是配合我的一个工作人员 把他们的 然后就配合我进行的一个视频录制 虽然我觉得可能时间不是特别长 但是至少我出现在那个镜头里面 对吧 至少我们的一个 就是至少出镜了 至少就是也为大运会宣传出了一份力 也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出了一份力 我没有说 我一个人都没说 我连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说 家人们一个都没说 就今天晚上给大家说了 而且那天我也是 就是为了去拍摄 我也是精心准备了 就不管是穿戴或者什么方面 我都比较传统的那种 我要去 为了拍摄 我要去买了一顶帽子 我觉得是个值得 值得的 庆祝的吧